又到了債務重組1、2、3的時間了 相信大家都不想有債務上的問題 但萬一不小心出現周轉不靈的情況 那怎麼辦呢?不需要太過慌張 因為有債務重組這件事 但大家一定要記住 找一個有排的破產重組師 Jane 這樣 你好 你好 Jane 我想問問你 如果有些朋友出現債務上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否首先要找律師 我覺得是否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法 因為普通的專業人 他們想到會計師、律師 但說真的不需要 是要找一個有排的破產師 其實一個有排的破產師 和一個無排的有甚麼分別呢? 很有趣 意思是有排的醫生和沒有排的醫生是甚麼分別呢? 沒有排的做不到的 因為聯邦政府法律上才有這樣的容許 如果你可以把那些債務給法庭判斷了 你的債務不需要付呢? 如果你沒有排的話 即是找Leo你和我做 那便不好了 好嗎? 我都耍手兼領頭 你說你可以不用玩了 那又沒有用呢? 我找Jane 所以是要有排才能做到的 其實在市道上也可能有些是 真的會無排的 一些破產的信託師 應該這樣說 不是說他們沒有排 而是他們根本是個consultant 那你找人拿意見的話 那你可以找 我當你朋友 我問你拿的意見都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問誰拿意見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要法律上解決的辦法 來做債務重做 或者私人破產 一定要有排才能做到的 我知道其實在市面上也有分幾種 譬如說 很多時常聽到有credit consultant 也有一個財務顧問 還有你們就是破產這個 破產師 破產師 其實分別在哪裏呢? 顧問就是I ask for your advice 你幫我 你的意見是怎樣 你ask for advice 沒有人給你 即是可能顧問也會 最終會refer給你們去做 都有可能 或者有些有時credit counseling的意思 或者他想跟你全部那些債主講數 但是他們那個方面 因為他不是法律上容許他這樣做法 不減利 照樣要付費用 意思是他根本不幫債務 因為你一不減利 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不減本更加緊要 即是將你的債務拖長一點時間 跟債主說收少一點 這個月這樣解 沒有作用的 是 我想問問一下Jana 其實LD朋友 譬如我之前也有試過 譬如說見到一些人 他們出現上債務上的問題 不如說不如申請破產 那樣 其實這樣的做法 你又會有些甚麼意見給他們呢? Let's say 一個人是有債務 根本你是不可以 那個 一來債主 不容許你這麼多時間來處理 即是說你不可以不 make payment 幾個月 他會追 法律上他會做完 法律上 容許他做的那些辦法來追錢 所以他一定要找個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之下 你想考慮債務重組 或者私人破產 兩個辦法 法律上都是很好的辦法來解決 每一個人適合選擇的選擇是不同的 意思是說 有些人覺得債務重組很好 因為已經減了本 減了利息 包括我們的費用 債主又不會追 有法庭的保障 就變成每個月 monthly payment 供五年的時間 就像供多一輛車一樣 所以你說 用一元的債務減到三毫的話 是不是很好做呢? 所以他們是很開心的 但是跳第二個人 可能那個辦法是不適合的 因為他們的入息是不穩定的 或者入息根本都未夠生活費的話 可能不可以consider 債務重組都不定的 可能真的要考慮私人破產 但是 again 那個辦法都是很好 因為你可以清了 法律上清了債務 希望不需要給的話 是不是可以重新再起個信用 再來一次呢? 所以兩個辦法都很好 不如看你個人的自己的需要 以及做到什麼 不如你又跟我們說一下 身為一個破產師 你們那個角色 是怎樣 提供什麼類型的服務呢? 破產師 因為我們是聯邦政府出牌的 說真的 等於一個court officer 應該play那個 role 就是對兩邊 都是我們做中間人 意思是說 都代表債主 但都代表做債仔 所以就要 court officer 即是even handed 即兩邊都要balance 兩邊的interest 意思 即兩邊都幫到 其實你們會不會是做了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是 是嗎? 譬如說 如果有人 他們出現債務上的問題 這樣 當然債主也會在那裡追溯 他也會覺得很煩 被人追債 他們的中間角色 其實就是 減輕了兩方面的壓力 以及達到一個協議 譬如說 可能我欠別人 一元這樣 可能你們就會去幫我們找到一個適合的數字 減低那個本 減低那個本 譬如說 他可能一元就還到 不如他就還三毫子給你 是的 那就是個建議書 沒錯 即是一個本 譬如說 你自己去申請破產的話 可能那個債主所得的數目 比這件事還要低 是 所以普通來說 債務重造的建議書 比那個回率 比債主高一點 高過破產一點 但是對你撐債務的人 那個方面看 一元減七毫子本 Excellent 即是哪有這樣的機會 給你減到三毫子本 不需要利息來做呢 所以如果對 你的 cash flow 是容許你每個月 那個債務重造的 monthly payment 五年的計劃 而且還好在 我買了五年的計劃給你 如果忽然之間 你份工 bonus 多 入息多 或者有些橫財 我買了總數 鎖給你 你可以一次過Pay 那麼你的五年的債務重造 可能縮到一年又不定 一年半 所以視乎你自己的情形 如果不申請債務重造 申請破產 那麼那個不好處又在哪裏呢 很多人進來跟我說 是否不好處 因為弄壞了我的 credit 一定不是 因為普通來見我的時候 那個credit要花些少的了 如果不是你都找 investment counselor 不會找個破產師 是吧 意思是覺得很劇力 不必要是債主追上門 法庭告信 是要個解決辦法的了 變成反而做清了那些債務 法庭和你cancel了債務 做完破產之後 可以重新起個信用 因為你去過banker的時候 問取credit at least你沒有十萬元的債務在前面 你有能力供 因為你沒有債務 除了你的生活費之外 你有cash flow來供新的credit 所以說重起信用 就一定要清掉舊的信用 舊的債務 才可以重起信用 如果通常要申請破產的話 會多久的時間 才會清掉之前的credit 如果很順利的話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入息的信用字 是不是高於聯邦政府 比你一加多少口 入息的信用字 全部都很順利 那個步驟九個月都做完 九個月就做完 很快 其實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政府來說 他又怎樣看這件事 他會支持哪方面呢 政府根本就license了我們 讓我們代表他們 來execute那個法律上 應該做那個步驟 是甚麼 即是怎樣代表債主 怎樣代表債主 已經set out 在Bankruptcy Act 所以根本就交了責任給我們的 不過 of course 聯邦政府 也有個Department 來overseeing我們的Administration 或者 overseeing破產 債務重造 也有的 但是呢 在政府的角色來說 會不會覺得 譬如說 他寧願 別人去申請做這個債務重造 好過來申請破產的嗎 說真的 五年十年前 政府都是那個trend 希望我們破產師 encourage 那些人做債務重造 意思是 Do what you can 可以支付債主 一些錢 支付債務重造 建議書 就不用破產 所以可以這樣說 聯邦政府都有一個trend 希望我們encourage 那些人做債務重造 我最後想問一下Jane 其實如果有人有債務上的問題 這樣 你會第一件事 你會怎樣去跟他們溝通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當然是否很慌張 不知道想怎樣 糟了 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坐下 談一下 意思是說 說真的 如果你找個專業來幫你解決問題 你都想找到一個人跟你溝通 意思是說 我們大家的report好不好 你坐下說 我覺得Jane都很明白我的情形 我就看她的債務有多大 債主有多少個 資產方面有甚麼 一家的入息和支出是甚麼 就可以提議最好的辦法來解決 找債務 但是說真的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去選一個破產師 是 怎樣選法 怎樣選法 因為不明白 不懂 那怎樣做 說真的 如果你是在見破產師的話 我們每個都是 licensed by federal government 問題就是 你覺得哪個專業 你覺得最舒服的 嗯 但我現在談了這麼久 我很舒服 雖然我沒有甚麼債務上的問題 但我都覺得很舒服 因為很清楚 很明白 今天很開心 Jane跟我們解釋了 這麼多債務重組的問題 大家記住 如果萬一不小心出現了 債務上的問題的話 千萬不要放張 例如找像Jane那樣的專業人士 真是一個破產師 跟大家講解一下的話 其實心都會安定很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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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